他出身于失礼之家 世代三英 门底显赫 他自有聪慧过人 十岁时便能集星作诗 他上马为将 下马为师 再朝美政 再也美俗 此人就是明朝大儒 王阳明 曾国藩说 王阳明矫正旧风气 开除新风气 功不在余下 这新风气便是指他创立的 杨明心学 杨明心学自其诞生之时期 便与时代脉搏融而为一 呈现出了经久不衰的态势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 王阳明与其思想背后的故事 一 心极理 内心感受世界 在那个学会文武艺 或与帝王家的时代 科举考试是无数文人学子 梦寐以求的大事 但在王阳明眼中 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史 他认为天下最要紧的是 读书做圣仙 当时的明朝 成诸理学是主流思想 成诸理学提倡 格物穷理之说 认为普遍的天理 蕴含在具体的事物之中 因此 要寻天理 必须借助格物这一手段 格物的格就是研究 要今日研究一物 明日研究一物 将具体事物 暗藏的道理 研究周边 积累到一定程度后 你便能恍然大悟 少年时期的王阳明 起初也是相信格物之之的 所以他选择了格竹 他独怼幽黄 如老僧入定 静静地看着眼前这片竹林 感受着竹林中的风吹草动 体察竹子喜之末节的变化 就这样 整整齐天 他废寝忘食 期待着恍然大悟 然而王阳明最终积劳成疾 也未能有所顿悟 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 著名的阳明格竹 从此 王阳明对格物这一方法 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直到二十年后 身在贵州农场的王阳明 才终于领悟到 自己心中的真理 万事万物都不在心外 而是在我们的内心之中 这便是心极理 比如孝顺父母这件事 如果说孝顺父母的道理 在书本上 那是否人不读书 就不会孝敬父母呢 是否父母不在人时候 孝顺父母的理 就随之而去了呢 显然并非如此 对王阳明用心极理的眼光 来看待万物时 他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少年名思苦想的 格逐难题也豁然开朗 圣人之道无性自足 向之求礼于事物者 物也 这便是王阳明 《龙场悟道》得出的结论 有一天 王阳明和朋友游南镇 一位朋友指着 盐中花树问 天下无心外之物 如此花树在深山之中 自开自落 与我心何观 王阳明打道 你未看此花时 此花与乳心同归于记 你来看此花时 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这看似是唯心主义 实则不然 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哲学 并非是指心产生了万物 而是心认识了万物 其精髓处就在于 教人以本心去感受这个世界 成诸理学看似逻辑严密 却从本源上误入歧途 越格物越知理 阳明心学看似简约无章法 却从本源处下手 越物越光明 阳明心学可以说 是对成诸理学的一次叛逆 也可以说是 王阳明在追求成诸理学 成圣之道上的一次突破 王阳明在参悟心集里之后 便紧接着提出知行合一的思想 他这样解释知行合一 知是行的主意 行是知的功夫 知是行之始 行使之之成 认识事物的道理 与在现实中运用词道理 是密不可分的 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 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动 才能获得良知 王阳明在讲学之时 最注重一个模字 若没有实时在世上磨练的功夫 那么良知必然变成口头上的学问 遇到事情时便会犯糊涂 王阳明之所以能够提出知行合一的思想 这与他的经历息息相关 少年王阳明革竹失败之后 便按照父亲的指示 开始准备参加科举考试 十年后 二十八岁的王阳明考取晋识 踏入仕途 当时北方一族侵犯明朝北疆 王阳明忧国忧民 赏陈颜编武书给朝廷 但他的上书如同石沉大海 耀无回音 这时王阳明发现 此时的朝廷官员 固守成诸礼学 只知循规蹈矩 敷衍了事 整个官场犹如一潭似水 他们虽然深知德行道理 但却选择明哲保身 没有人敢挺身而出 履行正义之道 难道这就是学子们 想要努力成为的样子吗 这就是士大夫们口口声声说的 治国平天下吗 虽然考中了晋识 又得以入朝为官 但王阳明仍感觉自己 一事无成 官员的冷漠 官场的黑暗 朝廷的昏庸 让王阳明十分苦闷 自己的所学所想 亦无从施展 王阳明第一次意识到 道德只有落实在实践上 才是真知 他是这样想的 也是这样做的 当时年幼的明武宗即位后 太监刘瑾等人 善政专权 大力排斥朝中大臣 王阳明面临着两种选择 一是明哲保身 二是直言不讳 选择前者 可以确保仕途无语 选择后者 必将招来老语之灾 是活在唯心的现实里 还是按照新的指引前行 王阳明明知山有火 偏向虎山行 他挺身而出 冒死渐言 痛斥奸小善权的弊病 此举触怒了刘瑾 于是王阳明被亭长四十 险些送命 日后又被贬为 贵州龙场义一城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正是这条贬折之路 成就了阳明心学 三至良知 成胜便是成己 十年悟道万石宫 王阳明在龙场悟道 转眼已有十年之久 世金子总会发光 他得到了当时兵部尚书 王穷的赏识 被提拔为 督察院左迁督御史 镇压当时江西福建等地 祸乱已久的盗贼 王阳明到任后 知道官府中 有不少人是盗贼的耳目 于是便恩威病师 让他们侦探盗贼的情报 因此掌握了盗贼的动静 随后 王阳明冰河一处精准打击 不到一年就荡品了 为患数十年的盗贼 附近的百姓都惊呼 王阳明是神 不过 这次武装镇压 也让王阳明深刻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破山中贼义 破心中贼难 那些盗贼与那些被盗贼残害的居民 曾经都是父老乡亲 但为什么有些人却拿起了屠刀呢 在盗贼的心目中 还有良知吗 他们还能否回归为民呢 正在王阳明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明王朱晨豪发动了叛乱 于是王阳明奉旨前去平叛 王阳明工作效率极高 仅仅历时三十五天便平定了叛乱 然而他对于这次胜利并没有丝毫的喜悦 平定盗贼和宁王的过程中 王阳明意识到自己以前的学说 一则发本心 一则强调知性合一 但本心之知与外在知性 依旧断为两节 一个人就算心中有良知 也会做出违反道德的事 所以王阳明提出了 治良知的新思想 如果你的行为能达到你自己内心良知的要求 能遵从你自己内心良知的指示 那你就是真圣贤 治良知是杨明心学最为核心的思想 就连他自己也说 无平生讲学 只是治良知三字 王阳明年少时曾思考如何成为圣贤 现在他终于找到了答案 成圣的基础是人的先天良知 良知是人人都有的 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 在《传习录》中记录了这样一段故事 一天 王阳明的一个徒弟出游 王阳明问他 你出游见到了什么 徒弟回答 见满街都是圣人 王阳明笑道 你看满街都是圣人 满街人倒看你是圣人 不过 这并不代表满街人已是圣人 普通人只是潜在的圣人 具有进入圣人之境的潜在可能 而想要成为圣人 还必须下一番 止良知的功夫 这番功夫便是 不隐瞒本心 便是心理合一 言行合一 真真切切地依循本心去做 成为真正的自己 人人自有定盘真 万化根源总在心 王阳明将自己的思想总结为四句话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阳明的一生 如同一颗闪烁于夜空中的明星 照亮了世人成圣的道路 他一生无语无求 带留下一句 此心光明 亦附和颜后 含笑而去 圣人已是 往事已矣 可阳明心学 依旧如那长江黄河 生生不息 阳明心学 历经世事臣服 仍为使人所青睐 这或许正是因为他 能让我们成为最好的自己 成为一个具有良知的 有德之人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